因為大家畢竟也知道我們前陣子好朋友巴拉病 他們買到一台狀況不好的二手車 然後店家也不誠實等等的一些狀況 要怎麼帶大家去避免買到這種狀況不好的車 我今天就是要來帶大家去看一下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偉 那今天小偉能來到一個三峽 哎呦蠻深山的一個區域 那今天來幹嘛呢 沒有錯今天就是要來帶大家看一下這個二手車 到底要怎麼去分辨一台二手車的好壞 那今天呢要特別感謝我們這個北大車行 很大方的呢就借我們這個場地 還有車輛供我們做拍攝 那等一下他們也會讓一位 這個專業的收車人員呢 來帶我們去看一下說 哎呦正常來說車況要怎麼去看 那我們剛好用這台車況比較不好的R3呢 來帶大家看一下說 那車況不好原來是要這樣子去分辨的 順便也跟大家 就是實際以他們二手車行的這個角度來 如果你買二手車的話 也需要去注意的一些 美感等等的 就是帶大家今天要來去看一下 那為什麼小偉我今天會想要來看二手車呢 大家也知道我目前 擁有過兩台車 CPR650R跟這個R1嘛 這兩台車其實我都是買新車嘛 那大家也知道新車不外乎就是貴 折舊高 那其實有時候這樣算起來喔 這個折舊 哎有時候還蠻嚇人的 就是比如說一落地 可能R1來講 落地這樣子就折個五萬十萬的 其實這樣子算起來還蠻驚人的喔 那前陣子我有看這個教室的片嘛 這個我們教室大呢 他說他目前買車 買這麼多台車 基本上都是買二手車 那也是讓我覺得非常的敬佩 因為畢竟大家知道說 我覺得二手車這個水還蠻深的 就是有時候你很難去判斷 有時候真的也是感覺那種運氣運氣的感覺 真的要買到一台這個狀況好的二手車 我覺得是要自己是要去做蠻多功課的 而且針對不同車型的 需要去注意的點又不太一樣了 所以我覺得說今天 我們請一個專業人員來 帶我們大家看一下說 到底要怎麼去分辨二手車的好壞 因為大家畢竟也知道 我們前陣子好朋友巴拉病 他們買到一台狀況不好的二手車 然後店家也不誠實等等的一些狀況 要怎麼帶大家去避免買到這種狀況不好的車 我今天就是要來帶大家去看一下 那我們等一下就進去這家 車行裡面的這個賞車區 帶大家看一下吧 Let's go YO 各位 好沒有錯 我們現在就在裡面的這個賞車區 大家可以看到我剛剛一進來 就看到這一排 哇一千公升級的仿賽猛獸呢 就這樣子排在前面 真的是讓我這個仿賽控 興奮不已 哇真的是很帥 那其實在這邊呢 也是有非常多的不管是紅牌還是黃牌 街車跑車等等的車真的是應有盡有 真的是哇賞心悅目 我覺得有時候其實也不用買光光來看車就很爽了有沒有 好的那就像剛剛前面所講呢 等一下我們就會直接請我們這個專業的這個工作人員呢 拉一台聽說狀況比較不好的這個R3呢 來特別跟我們去解釋說 通常我們去看一台二手車嘛 那大家比較需要去注意的地方有哪一些 那就跟著我們走吧 好的那各位在我旁邊呢 就是我們這次特別請來這個專業收購收車人員對不對 叫小白 哈囉大家好 好那今天就是要請我們小白 就是以他這個專業的這個角度對不對 因為你們平常都要去收很多車 然後通常有時候車況有好有壞嘛 就是要請他專業的角度嘛 然後帶我們去看說 他們來看這些二手車的話 會去注意哪些地方是比較重要的 今天就感謝我們小白呢 等一下我們就會以後面這台剛收的 去看車子的車況 某些細節 那就跟著我跟小白來帶大家看一下吧 好那就麻煩小白帶我們來認識一下這台R3 到底要怎麼去分辨他的好壞對不對 第一步通常我們要去注意哪一些地方 比較亮的手電筒 然後就稍微看一下三角台的檔點這邊 有時候可能這邊沒事 R3的話大針支架的固定點比較脆弱 就像是這樣子 對啊 他會有一些生鏽的痕跡 還算輕微 這還算輕微 對 因為他可能就是放屍外 然後我有看過他可能就是整個支架歪掉 這邊的焊點很多 因為校正回來 他可能就沒有漲氣 大針通常都是有四個固定點 像這邊有一個十字的 這個地方 他螺絲是沒鎖的 哦 他有 這邊可能觀眾朋友比較難看到一點 但其實那個地方是沒有鎖螺絲的 就很明顯是沒有螺絲 代表說他可能有 低速的去滑行這樣 然後導致他大針固定的鎖點斷掉 了解 還有旁邊引擎的部分 就看他底下 底下 對 用手電筒去照一下 看有沒有剩有的部分對不對 對啊 然後還有手去模仿 然後也是看一些基本的地方有沒有缺件 像這個就是找一個 堅持蓋 R3的話 像這個地方也是很脆弱的 就是這件 哦 看到有斷 就有折過 有折過 對因為他只是一個小小的鐵片 嗯 去固定他這個殼 對 很明顯 有滑過 磨平 還磨得很漂亮 哈哈哈 因為其實二手車 基本一定有倒 有摔的話就是看有沒有修復之類的 對 對 那是不是通常我們會去 冷車的時候發動這台車看看說 引擎是不是順的等等 對啊 對啊 水溫現在是最低的 對 這樣就是 可以發動 冷車 像他這個狀況就還算不錯 感覺引擎還蠻順的 一觸即發這樣子 對 因為很多 雙剛車最明顯 他會有點忽高忽低的感覺 對對對 那就是可能保養沒有做長 對 這一台車就可以擺除掉說 引擎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這樣 關於離合器片的話 我個人的話 建議說四萬多塊 前面的避震器的部分 你在雷踩的時候會磨到 對 磨到一些 這個地方是最重要的 然後最最底座這樣 最底座 然後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邊有沒有漏油 了不起 有沒有漏油的話就是你牽插車壓著 然後用力去 推 推 就是讓他避震器上下做重 然後再來看一下說他是否有漏油 疊盤的部分就是稍微 手去摸一下 是平整的 然後最重要的是 車殼的部分 他怎麼分辨的話 其實就是敲 用敲的 它這個是 護膛殼 敲起來會比較清澈 然後我們有另外一台原廠殼 原廠殼的R3 敲敲敲敲 會比較紮實的聲音 真的耶 對對對 我們先蹲下來這邊 這是機油四床 大部分都是在右邊的 你可以請人家幫你指正 或者就是你自己稍微用點力這樣 喔 機油扑出來 對 就看他是不是正常的顏色 對 你今天機油很黑的話 那你就要 你就要注意說他的 離合器消耗得差不多 因為離合器會摩擦嘛 對 那會有一些雜質啊 是 然後產生油膩這樣 對 最糟的情況就是 機油顏色是奶茶色 那就是引擎濕水 所以他點片沖掉 就跟前避震一樣 對 沒有油脂的話 那就是給 避震器的處理重點 好像都是看他有沒有漏油 對對對 了解 後車箱的部分 就算 還不錯 他可能就是花型沒有撞到後面 因為大部分R3的話 對 後面這兩個地方 是最脆弱 因為他就是薄薄一塊鐵而已 像這個情況都還算是 蠻正常 雖然說他都丟在室外 對 那這樣 有的 可能丟在室外 很久的情況下 是 他這個地方不會生鏽 哦 對對對 因為水氣太 就是都集中在這邊 對 油箱生鏽 是很麻煩的事情 哦 測試可能會是對 好的這位 那不知道剛剛經過我們這個 專業的小白人員呢 這樣子經過這樣介紹 怎麼去看 不知道有沒有更了解的一點 那我覺得其實二手車 要去花心思去 對 要去花心思去等你 對 現在有沒有注意到一點 就是小白剛剛有R3的這邊 R3的這邊 R3的這邊 所以說剛剛其實是針對R3這個車型 然後去留意的地方對不對 對 就是R3最基本 需要去注意哪些地方 因為R3就是 算是熱門車 對這些地方都要特別注意 對 所以說如果今天呢 換一款車 比如說R1好了 哇那要注意的地方 又不一樣了對不對 對 就比如說好了 氣門堂皇啊 大家應該是比較少聽到 那其實 對於R1車主來講 這些都是一個 慘痛的經驗 對 算是蠻必要的知識等等 所以真的是如果大家要買二手車 真的是 稍微要去花一點心思去看的 而且畢竟啊 買的是二手車對不對 對 所以說 大家就是要有這種心理準備 因為畢竟就不是買新車了 對 是新也好 舊也好 那就是他可能有一些 耗材耗損的部分 難免就是你買回家 還是要去整理一番的 那大家如果其實 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我們這個北大車廠看 因為今天其實 其實是我第一次來啦 然後我就覺得說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背後的這個 維修部也好 洗車房啊 美容部 我覺得這邊的設施設備 算是做得蠻齊全的 對 那剛剛也有那個另外一位 技師有在跟我說 就是通常你們這邊 車賣出去之後 只要買家有什麼問題啊等等的 甚至是需要拖車吊車 你們這邊都可以 都可以處理 都可以處理 所以我覺得不是每一家二手車商的 後續的這個服務 可以做得這麼完善的 所以我覺得 欸其實還蠻不錯的 對啊 大家也可以來看一下 好 那今天就特別感謝 我們小白以及北大車行 這樣子大方的 借我們這個場地 還有車 還有人 這樣子為我們做一個 詳細的介紹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也希望大家會喜歡這一集的資訊 那如果喜歡的話 也可以訂閱和分享 分享 那我們感謝小白 謝謝 OK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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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